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中三年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自闭的 就不知道怎么社交 就每天就是因为那种脸的问题嘛 就是那种这样趴在客户上嘛 就当初就是那种 类似于长到现在最后的演算这种烦恼嘛 就以前比现在更多嘛 然后就六年级开始长 然后初一步入学校也开始自闭嘛 然后就高中三年就这样混合了过来了 反正我现在感觉想起来就挺后悔的嘛 后来自闭的坦然来到了武汉Estop Show 在2021年9月22日 坦然第一次登上KPR的舞台 同现在的教练和队友一举拿下三个冠军 当时我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那个时候我安排他另外四个队友吧 就经常多去跟他一些交流 还有包括出去干什么都去带着他吧 然后这样的话让他缓写一些 就是属于他这个社交恐惧症吧 打职业以后就开始变好了吧 因为有四个队友跟你说话嘛 以前其实 那没人教过这些 不然我现在估计在高中接着自闭呢 不 他一直有他自己的小世界 他希望曾经在自己的二次元世界里面 打职业之后他就有了两个世界 一个是自己的二次元 一个是武汉Eastopro 我肯定要做稳住的 第一个帮助坦然融入团队的是义争 当他的替补风捷上场经历舆论的时候 义争又是第一个发声的人 他义争看到了他想发 压力还是挺大的 上来就是打S组的那些对手 都比较强劲 压力肯定是挺大的 赶动生手然后那一瞬间的话 对就非常 打就是发声的共鸣你知道吧 但是我后面看了一下 那个微博评论确实对他的那个争议太大 就是对他一个选手伤害确实也很大 然后其实一争议也是想这么做的 但是我没有让他这么做 然后我选择我去发 让他的指导就是我们整个一直打 还有包括三星组 我们管理组 还有包括所有队员 其实我们都是支持他的 挺谢谢他的 毕竟是今天的对手 然后能为我说话什么的 就挺感动的 然后我其实 就不想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在新选手身上在发生里边 因为我的原因导致的是一个 新选手一个弟弟 大家就遭受一遍这样子的经历吧 拿到四个冠军的义争 也经历过这些 他可以在场上发光 也可以在场下照耀队友 比如在子杨和教练半醉的时候 我就有一次狠狠地骂了子杨一队 然后他在跟我反驳的时候 我甚至打了他 动手了 他当时给我下拉了 这不阿哥都不死 我们直上的平台我真的对他 你并不是说 你并不是什么阿哥都不死 那不还是死的吗 他们俩在讨论一个问题 然后相应一直就是蛮将 一直在将嘛 不 给SK气得不行的 我们过来是准备打架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打人 打人是不是就赢了 是不是 那我们过来是反吧跑的 我没有觉得我在愣将 因为我是在跟他说这个问题上 但是他觉得我在愣将 只要背包的不敢到 我天天背包的 你也是废 哈哈哈哈 真的是能播的吗 我打到他肩膀一下 你觉得我才这样 我感觉他对战统压力很大 他哪个赛季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团队的大脑 他很不理解 我为什么会这样 紫阳其实说实话 他是这个赛季 是我们团队应该是属于最努力的 但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入一个误区 他老是感觉他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但是他往往可能听不进去 就是属于一些有经验的人 就是属于一些老到的人 去给他一些忠告吧 来吧 谢谢 谢谢 都是兄弟们对吧 也是那么好的市长 肯定也没有及格业手中 就情绪崩溃了 崩溃之后 下一把能不能打 SK问他能不能打 不能打没问题 然后下一把打的还是很不错 这就是大内心选手 后来后来心结解开就没事了 第二天 他又嘻嘻哈的 不是个结 我这都没怎么觉得 真没怎么觉得 他需要失败的经验和积累 不要坚持着自己的资念 因为我也坚持过 但是这个坚持让我痛失了两个冠军 那个时候我就深深知道 我的选手可能已经到了这种青春期了 教练现在紫阳怎么样了 呃 紫阳嘛 紫阳现在的话 这个驴孩子 现在已经开窍了 吧 变得越来越乖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在设想上 可以充当我的军事了 已经变成就是属于我可以依靠的人了 青春期的迷茫 不仅属于五个冠军的死羊 而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自然规律 就算是五贯加深的海队 他也迷茫过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然后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话你现在坚持什么 我强行拉着定义自己的新目标 他那个时候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想帮我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帮我做到KPL地医教练 当时的话 因为我在KPL目标的话 已经实现的差不多了 KPL的话 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心里的第一教练 我想帮他拿更多的冠军 让他成为KPL历史上面冠军最多的教练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 我说这孩子确实不白教他一回 就像34岁的库里想要参加奥运会 只是为了给科尔教练 赢得一枚奥运金牌那样 花海的终极目标 是帮助自己的恩师 实现人生理想 他们想要打一波闪电 再创造本赛季的最短纪录 让我们恭喜 武汉Esta Pro 就这样 他们再一次来到了总决赛 那么 已经建立起一个武汉Esta Pro传奇的SK 还有什么愿望呢 我也希望有个选手 是可以顶出压力 然后战胜这一些困难 面对不同的挑战 还有不同的质疑 然后要战胜这个质疑 然后总是有压力 就算他不做这个行业了 他去做任何一个行业 我也想想他比较坚强 即便你们在离开我以后 在生活中也可以依然强大 这是SK对他带过的选手最高的期望 而离开 是五个冠军的清戎 一直以来的痛点 我的痛点可能是 挺友谊的 确实我觉得大家关系都比较好 但是迟早会有分台的那一天 什么会意味着分别 是 不 失败也不一定会意味着分别 不是 时间会意味着分别 希望大家都不留下遗憾就行 肯定分开还是不想分开的 都是为了在一起更久继续努力打比赛 一起走得更远 只能说分开的晚一点就行了 我们现在就每个人都特别的努力 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游戏上面 然后让我们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成绩 能够一直拿到冠军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继续打下去 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所谓的后悔不是用来耽误人的 是为了消失才存在的 所有的后悔不是用来耽误人的 是为了消失才存在的 这是武汉Eastopro的故事 也是每个电竞选手来到赛场的历程 3 2 1 走 荣耀满身的他们 每个赛季都是从头开始 从克服懵懂到惺惺相惜 从青春的迷茫 到为恩师而战的赤城 他们互为山海 互为光影 最后的弱点竟是分别 这是他们百炼钢一般 又强又硬的实力里 无处不在的绕之柔情 我问青荣 为这次创造KPL四连冠的历史 准备了什么 本以为他会回答准备再精进几个英雄 他给出了极致浪漫的答案 你准备了几个英雄吗 我准备了我一个人 然后准备了一个金融过去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金融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